我的英雄学员 最新话简直是史上最疯狂的一话了 故事刚刚宣布 瑞古居然失去的1 for all 变回五个新少年 而all for one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强大 现在所有能战争的英雄和学生都拼死战斗 想阻止all for one为非作代 难不成我的英雄学员要这样结束了吗 废话不多说 就赶紧来解析一下最新话的剧情吧 上一话我们了解了黑雾救下巷子和三田 他们还说服了黑雾改邪归阵 为英雄们效力 最新话的揭露 黑雾虽然还是脑雾 但龙的意识也苏醒了一部分 所以他现在即使脑雾又是龙 不是单纯的一方 而是两者的结合体 向泽和三田成功说服黑雾合作 利用他的传送文解决了剩余的敌人 并召集了所有还能战斗的英雄 他们把这些英雄一起传送到最终战场 也就是绿谷和all for one正在战斗的地方 向泽到达后走进绿谷 用话语的脚刺向绿谷 虽然这让绿谷得以再生断臂 但无法修复到他目前为止 所承受的所有伤害 上一话 则是以其他大量英雄和学生赶到战场 支援绿谷为结尾 一群1A的学生 浩浩荡荡地通过传送门到达战场 别忘了还有1B班的同学 连其他学校的陷阱和肉唱也来了 他们全都发誓 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要战斗到底 看到这么多同学如此坚定的决心帮助 绿谷感动得稀里哗啦 紧接着 令人热血沸腾的荧幕登场了 所有英雄和学生都涌出传送门 齐声大喊 我们来了 这象征着力量的凝聚 象征着英雄社会的希望 枯越老师一直强调 这不再是绿谷成为最伟大英雄的故事 而是他们所有人共同成为最伟大英雄的故事 最终决战肯定不会只是绿谷一个人的战斗 而是所有人的默契配合 就像现在这样 过去的英雄社会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过度依赖和平象征欧尔迈特 希望他以个人意志和强大力量维护社会稳定 但欧尔迈特一受伤 一切都崩溃了 最终量成如今可怕的反派战争 是名十七对英雄的信心 虽犯气焰嚣张 社会陷入一片混乱 但是如果新的英雄社会 是由许许多多的英雄互相扶持 共同守护大家的社会 那么即使某位强者倒下 社会也不会陷入恐慌 取而代指的是更多的稳定 虽然合情合理 肯定又是苦悦老师蓄谋已久的庞大布局 但是O4-1躲在新身体里一点也不慌 对眼前几十个 无视眈眈的英雄和学生 他丝毫没有把他们当成威胁 反而在心里默默计划着 把他们统统变成王魂 O4-1内心独白表示 他的人格成功摆脱 十笔目都束缚 并且在十笔目的意识崩溃后 依然存在 全都是因为当时发现 鱼翼消失的 这让他非常作狂 在他看来 弟弟人格的消散 简直是天大的悲剧 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把弟弟当成是他自己的财产 众所周知 O4-1一直对当初没能控制弟弟耿耿欲怀 不过O4-1身心 悲剧能让人更强大 正打算利用这份悲痛化为力量 决心打败眼前的英雄们 突然间 O4-1同时启动了数个个性 手臂和其他身体部位开始扭曲突变 长出各种锋利的武器和触手 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 活脱脱像是第一冒出来的黑暗天使 然而O4-1还没骄傲多久 更多英雄和学生陆续赶到战场 新传送门在他正上方和正向方打开 走出来的正是红交洞和他的老爸安德瓦 趁着O4-1被赖旅以蒙蔽自现的功夫 红交洞和安德瓦使出默契的父子日权 尊重O4-1 听见一声巨响 大地都为之颤抖 虽然跟着土匹的战斗 让他们两都伤痕累累 但这两个火爆脾气的小伙子一致认为 只要能动弹就要战斗到底 三天老师散散来迟 他环顾四周 发现说能打的英雄和学生都到齐了 他真必高呼 今天是英雄们的最终结论子 是终结这场闹剧 打倒最终大魔王的一天 O4-1却站在一盘嘲笑 说他们一群惨兵落将 没了O4-1根本不成气候 就是一群废物 不过O4-1也太小看他们了吧 虽然在场的英雄大多不是满血状态 但现在人多是重 各个身怀绝技 O4-1四周攻击 却被略前英雄 13号 胡金英雄 上路猛等众多英雄合力挡下 虽然勉强抵挡人攻击 但也揭露了一个现实 O4-1随便一击 就需要这么多英雄联手才能接下 人数优势好像没什么用 目前来看O4-1是占上风的 全腾一家大喊着 要大家团结一行 唯有如此才能取得胜利 利谷依旧是那个利谷 虽然才刚用快力的能力 把断掉的手臂接回去没几秒 就迫不及待想重新参战 但浑身四伤的他根本动不了 虽然让他手臂回来了 但能量不足 无法把他回复到最佳状态 他只能维持干断手臂那时候的样子 体力还是没能回复到战斗前的水平 现在的他就是个累赘啊 看来利谷终于失去了One for all了 我原本以为他至少会保留基础的One for all 毕竟历代持有者们都为了对抗士兵木而进入他的体内 但根据这一话的剧情 似乎出他的意志也已经消失 所以利谷失去了One for all 他就像在遇见欧尔迈特之前一样 没有任何个性 然而利谷并没有放弃希望 就像欧尔迈特将One for all传给他一样 他也坚信自己心中 仍残留着微弱的One for all 余火 并打算在战斗中使用他 向着老师将干净的衣服递给利谷 青山则大喊 喂 利谷 把手给我 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大家齐心协力才能获胜 在冰暗所和世界各地 人们仍然通过荧幕观看这场战斗 他们目睹了所有英雄和学生 并并肩作战的场景 为利谷出酒加油鼓劲 告诉他不要放弃 这次他并不孤单 在大家的帮忙与鼓励 利谷出酒在这能够跑起来 并与其他英雄和学生并接作战 这是他们组成最强英雄团队 彻底击败最终反派的最佳时机 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我的英雄学员正朝着大决绝的方向及时 难以置信的是 这部漫画可能只剩下几个月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呢 利谷出酒真的失气个性了吗 初代于一的意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真的永远消失了 还是只是沉睡在四屏幕或利谷出酒体内 难道这意识着利谷 最终会以无个性的身份结束故事吗 还记得连载初期 会堆显利谷不是无个性 气不服的说 无个性也能成为英雄 不记得了吗 搞不好这下子 他们美梦成真啦 利谷无个性也就算了 说不定还会变成像蝙蝠小那样 靠智商爆表当英雄 不用靠超能力哦 各位觉得这次战斗史上会惨重吗 这么多英雄学生 有的经验根本比不上职业英雄好几季 要前不活着 好像不太可能吧 枯越老师 会不会在绝体真的弄死一些英雄或学生 如果是的话 谁会是那个倒霉蛋 如果不杀人 最终战是不是会显得不够刺激呢 留言区快来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